这是本期女主角眼镜姐 俗话说天上飞机最快 地下眼镜最坏 眼镜姐眼镜姐 没两把刷子可别去她面前撒野 眼镜姐看上去很老实 但其实是个软件硬化师 为了取经绞尽脑汁 这波就认识了一个朋友 两人一起手牵手 静止的往汉亭走 刚走到房门口 眼镜姐就迫不及待的往脖子上搂 跌跌撞撞的往床上抖 就伸出了抓龙爪 口水溢满了嘴角 先把龙头控制好 再吃两颗大黑枣 这谁还能受得了 男方直接翻身 开始坐起了俯卧城 两天后背急喘气 手盘欲吐柔两立 将小身躯行龙计 雨水之宽好传递 后来眼镜姐怀孕生了娃 事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 此时上台的 就是事情男主角和她的妈妈 男主还没有发话 她的妈妈就开骂 对眼镜姐展开轰炸 眼镜姐也不示弱 生男主是个二货 这么大人惹了货 还要让妈妈来分对错 这个娃就是你的种 我你可以不哄 但这个娃你必须得宠 不知道男主是无可奈何 还是想唧唧口德 在一旁看着两个女人 费唧口舌 主持人见状 只好拿上了第一见面结果 孩子真的不是男主的 看来男主是心有成竹 但眼镜姐好像并不服 还在一旁对着娘俩平头论足 我一直搞不懂这种女孩子 凭什么敢如此的理直气壮 明明是自己了 生孩子还大摇大摆的 找别人算账 这就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数